主要两个面向 一个就是诈骗集团 他会说 第一个就是 孩子年龄成不该看的东西 儿童节前夕草根影响力文教基金会 4月1号公布一份民调 结果显示三成以上家长 没有规范小孩上网时间 也不会过滤小孩玩线上游戏的种类 但每七个小孩就有一个 遇到网路诈骗或纠纷 规范来讲 当然都只是一个消极的观点 还有一些怎么样去执行 譬如说到底合理的使用时间是多少 那这个就没有定义 那甚至卫福部很多观点 也没办法定出说 到底合理的使用时间是多少 该如何防范 草根基金会民调中 新召集人认为 卫福部为明确规范小孩 合理的上网时间 基金会要求政府应尽速处理 也呼吁网机网路业者 应提供免费网路守门员机制 立法的规范 业者的智力 学校的教育 那更重要其实家长的关心 我们呼吁家长真的要关心 你儿哨到底上了什么网站 他们的内容怎么样 学者专家提出 家长需要正向引导 跟孩子共同定定上网时间 并在旁陪同讨论 才是根本解决问题之道 记者亚外8号 台北市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increasingly